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人事与政策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今年的空气质量恶化 这是十年来的首次 比亚迪汽车投资确认匈牙利为中国欧盟桥头堡 中国大陆允许台湾鱼类进口在选举前几周恢复 与日本不同 中国必须警惕应对通缩时的自满情绪 中国梦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 请大家收看 中国今年的空气质量恶化 这是十年来的首次 华盛顿邮报 根据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研究 中国主要城市的空气污染在今年出现反弹 原因是煤炭燃烧和工业活动的激增 与2022年相比 截至11月底 PM2.5颗粒物的水平上升了7.7% 这种上升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煤矿地区 中国城市的污染问题在2008年奥运会后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 该国于2014年发起了一场治理污染战争 最初取得了成功 但近年来进展停滞不前 比亚迪汽车投资确认匈牙利为中国欧盟桥头堡 彭博社 中国电动汽车因为一制造商比亚迪宣布 计划在匈牙利建立其第一家欧洲汽车工厂 该工厂位于南部城市塞格德 将为欧洲市场生产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并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 此举是比亚迪海外扩张的一部分 因为其国内市场份额达到顶峰 在过去五年中 匈牙利获得了约200亿欧元 220亿美元的电动汽车相关投资 比亚迪 上汽集团和蔚来汽车等中国品牌 一直在欧洲扩张 以减少对本土市场的依赖 中国大陆允许台湾鱼类进口 在选举前几周恢复 南华早报 在台湾总统大选前几周 中国已经取消了 从台湾进口高价值鱼类的禁令 从周五开始 海关总署将允许 从岛上注册的养殖场进口石斑鱼 此前 北京于2019年6月暂停进口 声称在鱼中发现了 违禁化学物质和过量抗生素 但台湾当局否认了这一指控 立即此举将塑造未来的两岸关系 自蔡温于2016年就任总统以来 两岸关系一直很紧张 与日本不同 中国必须警惕应对通缩时的自满情绪 南华早报 对美联储的关注正在分散人们对全球市场真正问题的注意力 中国人民银行PBOC将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加深的通缩问题 PBOC正面临房地产泡沫 资本外流 信心下降 债券收益率上升 以及对习近平主席稳定局势能力的缺乏信心等问题 PBOC和中国政府必须迅速而有力地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些问题 包括注入流动性 实施刺激措施 以及处理有毒资产 中国梦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 悉尼先驱晨报 中国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击正在引发重大的混乱 导致一波波的违约和未完成的项目 政府的目标是结束投机行为 打造一个更具弹性的住房市场 但这场运动破坏了信心 让人们感到更加贫困 许多中国人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子 在危机之前 大约70%的家庭财富都投资在房地产中 因此价格下跌尤为痛苦 这场危机还破坏了政府鼓励消费者支出 和投资新企业的目标 然而 官员们已经达到了 对房地产行业的痛苦容忍度 并正在起草一份 列出50家有资格获得银行支持的 房地产公司的名单 监管机构还在考虑一项计划 允许银行首次提供无担保贷款 给这些公司 尽管有这些措施 过去29个月中有24个月的新房销售额下降 房地产市场 仍然只完成了大约一半的调整 如果学术交流受到限制 中美人民之间的合作能否恢复 南华早报 由于一项于7月生效的新州法律 佛罗里达大学被禁止 雇佣中国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学生 以及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研究 该法律禁止 该州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七个关注国家个人合作 该大学的教职员工发起请愿 要求对招聘程序和继续招募研究助理 博士后和访问学者提供明确指导 不论其国籍如何 州政府的立场凸显了中美教育交流的阻力 尽管最近两国领导人承诺 加强人民间和教育交流 疫情和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 已经导致中美学生在对方国家的留学人数下降 中国已宣布计划在未来五年内 邀请五万名年轻美国人访问中国 以扭转这一趋势 在经历了颠簸的复苏之后 中国经济在2024年面临严重的逆风 半岛电视台 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24年面临放缓 人一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习近平主席对政治控制的巩固 中国解除COVID-19限制后的复苏 受到了海外困难经济环境的阻碍 包括飙升的通货膨胀和对中国商品需求减少 在国内 中国消费者在两年的封锁和边境关闭后 不愿意再次开始消费 该国在下半年还面临通缩问题 房地产危机持续存在 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接近违约 房屋销售量低迷 经济的挑战凸显了对习近平领导力和权力集中的担忧 这使得中国国家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习近平削弱了中国总理的影响力 而总理通常制定经济政策的基调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经济政策侧重于稳定和实现共同富裕 以减少不平等和地区差距 然而 这种集中的决策制定 引发了对缺乏经济问题专业知识和理解的担忧 习近平还监管了一系列行业 并试图引导该国的主要产业 这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 中国在经济中的日益参与也带来了地缘政治风险 特别是与台湾有关的风险 习近平面临的挑战将是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因为该国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带来了风险 中国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的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也存在一些困难 此外 该国还面临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挑战 努迪最近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 原因是其对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的救助 房地产危机和人口减少 总体而言 中国经济需要进行重大改革 但在习近平的紧密控制下 实施必要的变革变得困难 拉幅曲线即将摧毁苏格兰民族党 英国每日电讯 苏格兰财政委员会警告称 苏格兰民族党S&P政府最近宣布的最高税率 将由于行为反应而仅产生有限的税收 报告指出 新的48%最高税率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税收 该报告采用了动态成本核算 对纳税人的行为反应进行评估 而不仅仅依赖于没有纳税人反应的静态假设 该报告呼应了围绕拉幅曲线的辩论 该曲线认为 高税率实际上会由于纳税人减少努力和增加逃税 而减少税收收入 文章认为 英国在评估税收政策时 也应考虑这些供给面效应 高边际税率可能会减少资本投资和生产力增长 进而抑制经济增长 文章呼吁英国政府降低高边际税率 以刺激增长并恢复经济的健康和活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负责观察和评论各种新闻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一些新闻 首先 让我们聊聊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 根据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研究 中国主要城市的空气污染在今年有所反弹 这是十年来的首次 这主要是由于煤炭燃烧和工业活动的增加 这对中国的环境和民众的健康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一些改善 但近年来进展停滞不前 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加大环保治理的力度 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接下来是关于比亚迪汽车在匈牙利建厂的消息 比亚迪是中国的一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他们计划在匈牙利建立第一家欧洲汽车工厂 这将为欧洲市场提供更多的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 同时也创造了数千个就业机会 这是比亚迪海外扩张的一部分 他们希望减少对国内市场的依赖 中国的电动汽车品牌越来越重视欧洲市场 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也反映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 我们还关注到中国大陆允许台湾鱼类进口的消息 在台湾总统大选前几周 中国已经取消了从台湾进口高价值鱼类的禁令 这对于两岸关系和两岸人民的交流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希望两岸之间的合作能够继续加强 共同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在经济方面 中国面临着一些挑战 在南华早报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人力银行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加深的通缩问题 中国房地产泡沫 资本外流 信息下降 债券收益率上升等问题 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压力 中国政府需要迅速而有力地应对这些问题 包括注入流动性 实施刺激措施 以及处理有毒资产 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但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应对这些问题 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最后 让我们谈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根据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 中国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击正在引发重大的混乱 导致一波波的违约和未完成的项目 这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中国政府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要遏制投机行为 又要保护民众的利益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带来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的深入分析和观点分享 现在 我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